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歷史想談下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進入到中原以後 他們的軍隊跟社會的關係 我們知道北宋滅亡以後 女生人進入到中原 建立了金的政權 這些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的游牧民族 他們其實在整個生活形態上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你進入到中原以後 基本上就是定居 不再像過去是游牧 因為整個自然環境的關係 經濟生活形態的關係 所以游牧民族他們生活形態改變 而且統治的疆域變得非常的廣闊 因為中國的疆域其實很大 在這樣子的一個大環境之下 原有軍隊組成的方具勢必隨之改變 我們看一下經代軍隊的組成 這個經代軍隊的組成被稱之為猛安摩克 為什麼這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 女生人基本上是所謂的撞者皆軍 就是說能夠上陣作戰的男性就是士兵 女生人在東北的時期 他們原來根據現在東北 在東北時期 雖然有一部分的人民已經轉變成定居 但是打獵仍然是他們生活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們都擅長騎馬 然後涉獵 因為這是他們生活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組成的軍隊也就多以祭兵為主 我們看一下金石對於經代軍隊的記載 在這個兵制裡頭 他說今之初年駐步之民無他搖曳 壯者皆兵 平均聽以殿於涉獵為勞事 有謹則下令部內 前時亦諸勃謹徵兵 然後在女生人當建立政權的時候 對人民沒有什麼其他的這個要求 沒有什麼搖曳 不會叫他們去做什麼事情 平時呢做什麼呢 就是耕田打於涉獵 就做這種事 墊就是農耕 農耕打於涉獵 就做這件事情 游警就有戰士的時候 就下令這個他們統帥的這些人民 然後並且呢 由中央派遣使者到各個伯警這邊去徵調部隊 凡部技之杖袖皆取備焉 各個部族的長官就叫做伯警 這邊說的其部長約伯警 有戰爭的時候 這京的政府派遣使者去找這些部族長 就是這些伯警 然後叫他們準備這些部技之杖袖 就是說這些武器 武器跟軍需 然後這些部族長平時叫做伯警 打仗的時候就改稱為猛安跟摩克 猛安跟摩克是不同的稱呼 那什麼叫做猛安 什麼叫摩克 猛安者千夫長也 摩克者百夫長也 就是各位可以想像 這個每一個部族的規模不太一樣 有的部族大有的部族小 可是這些部族的部族長 就這些族長他都叫做伯警 他在平時都叫做伯警 那到了戰時他就動員他手下的這些部族民 他管理的這些部族人民 組成軍隊 那他能夠找徵集的部族民數量有多有寡 那你徵集到比較多的 你就是所謂的猛安 你可以徵集到一千人的 你只有變成猛安 你人比較少的 只有一百人的就叫做摩克 所以變成也就是說軍隊的組成 就是以摩克為單位 基本的就是一百人為單位 就是一個摩克 然後十個摩克變成一個猛安 所以就是說女尊部族的領袖叫做伯警 到戰士的時候 可以當兵的人就到伯警處集合 伯警就敢稱母安或者摩克 等到完顏阿古打勢力越來越大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金政權的開創者 完顏阿古打 他勢力越來越大以後 他就規定三百戶為一摩克 十摩克為一摩安 就他又重新的組織他的部族 規定一個部族他有三百個家庭的這個部族 就叫做摩克 然後十個摩克就組成一個猛安 等到完顏阿古打起逼返僚 他的勢力越來越大 投降的人也越來越多 就是凡是來投降的這些部族 都按照他的大小給他猛安跟摩克的頭銜 比方說你這個部族來投奔我有兩三百人 我就給你一個摩克 那你的部族比較大有兩三千人 四五千人我就給你一個猛安的頭銜 這樣子來組成 所以猛安跟摩克就變成金的基層組織的名稱 那你說這個為什麼這個名字那麼怪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是女真語然後被翻譯成漢文 所以他的音把它譯成漢文 所以變這樣 所以金一開始他繼承組織是這樣 就是以三百人為單位是一個摩克 然後十個摩克就三千人是一個猛安 那等到女真人佔領中原以後 就把這些在東北的這些猛安摩克移植 讓他們遷移到中原來來統治這些被征服的漢人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種軍事殖民 把猛安摩克制應用於中原 這種猛安摩克又被稱之為屯田軍 當然這是用漢人的說法 就是說他們是來屯田的 其實就是一種武裝移民 就把他們從東北移植到中原來 政府搜刮人民的百姓 平民的土地給予這些士兵 那結果就是這些摩安摩克 這些女真的士兵就變成了大地主 他們有的人直接把土地交給漢人來承租 就是說這些土地本來都是漢人的 現在政府把它強徵給他們 他們自己不跟蹤 自己做成大地主 然後交給漢人來跟蹤 那有的這個女真的士兵就把他得到的土地 讓他自然的荒廢變成了牧場 因為他還是想要過這個原來的那種 遊牧打獵的生活 所以他說我有這個土地我不要農耕 這個農耕好討厭 我情願就讓他這個土地本來是耕地的 讓他荒廢掉 荒廢了以後就會有什麼天然的動物 這個植物生長 植物生長多了就會有野獸 我可以來打獵 然後或者我就在裡頭 養牛 養娘 養馬來放牧 那不論結果怎麼樣 對於原來居住在這裡的漢人而言 都是一個嚴重的傷害 就說這個土地我本來跟蹤好好的 現在就被你們女真人憑空拿去 這個好一點可能就說交給我 讓我繼續農耕 可是我的收成有一大半要被這個女真人拿走 那更不好的是這些漢人 他本來可以耕種的土地 現在都荒廢掉不能再耕種 那對於這些漢人而言 當然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簡單而言 進入中原的金政權 是以軍事控制作為他的基礎 他們控制軍事的力量來壓制漢人 讓漢人聽命 但是隨著士兵坐享特權 這些女真人的生活日漸腐化 他們也開始沾染了一些漢人的生活風氣 特別是漢人讀書人的這種風氣 開始什麼喝酒 飲食 讀書這種風氣 而失去了過去的永害 作戰意願低落 我們知道這個人有了錢以後生活奢侈 生活奢侈以後就不太願意去上戰場作戰 然後這個歷史上的這個很常見的現象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移居中原的猛安摩客戶 他們得到了大量的土地 所以他們突然變得很富有 他們可以過很奢華的生活 可是由於他們對農業生產 沒有什麼概念跟興趣 而且生活非常的奢侈 很快的他們就開始面臨經濟破產的問題 所以你得到土地 表面上你當然就很有錢 可是你得到土地 你要有錢你要懂得如何去管理這個土地 或者說你要懂得如何去利用這些土地 不斷的為你產生財富 可是這些士兵往往沒有這種概念 他們只知道貪圖眼前的奢華的生活 可是時間一久這問題就出現了 很多的士兵他們錢用一用就用光了 他們被迫要把他們得到的土地 再轉賣給漢人 因為漢人比較懂得經營土地 漢人比較懂得如何來存錢 這些女真往往就是生活非常奢侈 所以最後經濟出現了問題 又反而把土地再賣回給漢人 那可是土地賣掉以後你就更沒有錢 最後就只好流離失所 那其結果就是整個蒙安摩克的組織 也因而崩潰 因為這些士兵最後都 離開他們原來居住的地方 他們沒錢 破產了 結果是什麼呢 後來一個摩克他只能管二三十個人 一個摩克應該管三百人 到後來只能管二三十個人 四個摩克的士兵就組成一個蒙安 那你看有多少人 四個摩克可能一百個人都沒有 就組成一個蒙安 蒙安應該有一千人對不對 或者三千人對不對 所以就形成什麼 官多兵少 蒙安摩克在不在都在 可是手下都沒有兵 那怎麼打仗 所以女生人定居到中原以後 因為適應不良 原有的軍隊組織就不服使用 打仗呢 找那些摩安摩克來 來了 就那個兵沒有了 兵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政府沒有足夠的士兵 政府就說好 女生人 這個組織的軍隊不夠用 我們就爭撼人為兵 就牽 他們就用牽這個字 其實就是徵兆 牽漢人為軍 強徵漢人為軍 結果是平時本來不需要 從事軍事任務的平民 在戰時臨時被徵局為軍 而且還要自備裝備跟糧食 這些負擔常常讓他們家破人亡 對不對 我們說這種遊牧民族的觀念 就是土器自備 我們介紹撫兵制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過 對不對 我們說你讀牧籃詞就知道 去當兵之前先要shopping對不對 這個先要東勢買巨馬西斯買安捷 好 那結果這個女生人說 好你現在漢人來當兵 你們也一樣 東勢買巨馬西斯買安捷 漢人怎麼弄 我又沒有錢 你叫我去買錢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就往往為了這個一個家庭 為了其中一個人被牽為軍 要幫他準備這些裝備 政府規定說你來的時候 你要給我帶這些裝備 那裝備從哪裡來 就搞得他們家破人亡 所以這種臨時徵集的士兵 士氣低落 沒有什麼戰鬥力 而且其實他們是滿肚子的怨恨 所以這種千軍的這種作為 其實沒有用 女生人最著名的簽軍就是在這個 宋高中在位的末年 就紹興三十年 他們簽了大概有五十萬的軍隊去打南宋 結果這一場軍事行動徹底的失敗了 就是這個當時的這個 女生的皇帝叫做海靈帝 他一心要統一中國 他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喜歡做漢文化的人 他會寫詩 他寫的最有名的一首一句詩叫做 立馬無山第一封 無山就是現西湖旁邊的那個山 他說他要打進南宋的杭州 就林安城 立馬無山第一封 這首詩後來二十世紀那個初年的 日本的軍人非常喜歡 他們也想打進打到 在強戰中國立馬無山第一封這樣 這個 海靈一定沒做到 日本人做到了 日本至少打下了杭州對不對 雖然最後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海靈簽了五十萬的漢人去打南宋 結果這個 本來女生人打南宋都 都就是戰國豐碩對不對 就只有他打南宋 就一打就失敗 為什麼 因為你找這些軍人 這些軍人都不肯為你作戰 結果最後兵變 他自己死在長江邊的海靈地 那軍隊叛變把他殺了 他說為什麼 就是說 其實這樣的組成的軍隊 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 為你效忠 所以軍人在軍制上面 不能夠配合他建立國家以後的情勢發展 軍事統治的做法 只寵壞了軍人 造成女真軍人跟被統治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對不對 你給這些軍人很多的土地 很多的特權 然後這些軍人去壓制漢人 雙方關係惡化 結果這些軍人其實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對 他們被寵壞了 最後就經濟破產 所以軍的統治始終不穩 在他控制下的欺濫人跟漢人 經常都會發生叛變 最後這個政府怎麼辦呢 最後這樣就要回去募兵 募兵 就是說你傳統的猛安摩客戶沒有用 傳統的那種以部族為單位 猛安為單位的那種 組成軍隊的方法沒有用 強增害人當兵也沒有用 那怎麼辦 就要靠招募 招募願意為這個政權效忠的人來當兵 所以今朝晚期 他的部隊主要都來自己招募 對於金而言 雖然他的軍隊組成有很多的威脅 軍隊的組成有很多的問題 可是因為他南方的這個南宋 我們說過這個 自己本身的軍事力量也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南宋對於金 不足以構成什麼軍事上的威脅 對於金而言 主要的是來自他們的威脅 還是來自於北方 金佔領了中原以後 他整個國家的核心地區 就開始轉移到中原地區 在現在的東北跟蒙古地區 活躍的遊牧民族 就反而變成金的軍事威脅 由於女真人難移到了中原 就造成原有東北地區空虛 這些原來女真人的根據地東北 因為大量的女真人移出 就變成非常的空虛 就原來居住在那裡的契丹人 就開始又活躍了起來 所以他原有的根據地 反而被其他的遊牧民族所佔據 這個是幼豬中原遊牧民族 經常發生的現象 就你南宜了 這個原有地盤就被其他遊牧民族給佔寧 然後其他遊牧民族轉而變成這個南移政權的 移到中原的這個政權的新威信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 就一個政權例外就是滿清 滿清南移以後東北空虛 這個清政府財新各種辦法 不讓其他的民族移居到東北去 就是為了怕這樣的現象 就是我南移以後 根據地被其他的遊牧民族 其他的民族所佔有 他想盡各種辦法 不讓別的人移進去 他就讓東北空在那裡 最後還是撐不住到了世紀末期 日本人跟俄國人就打進去了 這是同樣的結果 對 好 那對於金而言他移居到這個中原以後 他如何控制在東北地區 居住在東北地區的契丹人 跟他北方的蒙古人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對於契丹人跟蒙古人的威脅 與金人除了派兵爭角以外 他們並且在邊境上挖掘編毫 但是效果不大 這個就是編毫的遺址 在現在內蒙古 你看你就知道嗎 為什麼效果不大 因為你在這個草原地區挖壕溝 對 你看這個人挖的嘛 壕溝上面 而且做了這個牆 對不對 為什麼要做一個牆 因為盡量不要讓那個沙土掉下去 可是問題是草原沙漠地區 大家都知道那個沙塵暴很厲害 風沙很厲害 你挖了編毫 你挖好了 過一陣子就要派人再去把它清啊 你不清就會變成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狀態嗎 就填滿了 填滿了這編毫沒用 對不對 所以這挖編毫沒有什麼效果就是這樣 除非你不斷的去清它 否則在草原沙漠地區你挖的壕溝很快的 會被封殺所覆蓋 讓它失去原來的效果 等到蒙古人在陳吉思汗領導之下崛起 在13世紀初年崛起 這個蒙古這個女真人 就面臨了嚴重的威脅 陳吉思汗首次的男親 是在西元1211年 13世紀的初年 13世紀初 他的部隊很快地突破了基在北方的防線 在東北地區的契旦人 就女真故地 就是東北 現在東北地方的契旦人 也很快地導向蒙古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喜歡金人 那現在蒙古人崛起 他們就很快地跟這個蒙古人合作 所以在13世紀初 蒙古入侵之後 金很快地就失去了 他對於北方的控制 你看1211年蒙古人南京 到了1214年 金朝的皇帝金宣宗就被迫把國都從現在的北京 就是當時稱之為燕京 就是現在的北京 南遷到河南的開封 就是當時所謂的汴梁 遷到黃河南岸的汴梁 因為黃河以北的土地 他已經無力控制 就是說本來這個政權是靠著東北 現在的東北起家 然後佔領了這個黃整個黃河流域的土地 結果在13世紀初 蒙古人只花了三年的時間 就迫使金政權放棄整個黃河以北 可是蒙古人初期的入侵 基本上都是為了劫掠 就是為了搶人搶錢 蒙古人作為一個勇牧民族 一開始也沒有想要 什麼進入到中國來統治 就佔領什麼土地 他們只是就是燒殺如略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攻到了很多地區 然後破壞了當地的秩序 這個比方說擊潰了基因的部隊 殺害了基因的官吏 那可是他們自己蒙古本身並沒有建立什麼統治 然後他只是造成現在的山東河北 就我們說黃河以北的地區 窒息於大亂 那居住在當地的漢人為了自保 或者為了報復女真人的壓迫 紛紛在大族的領導之下成立自己的武裝團體 就是地方性的武裝團體 就在這種權力真空的環境之下出現 這些武裝勢力他們的組成非常的複雜 他們的首領有的是官員 有的是平民 然後這些團體他們也是 就是只為了自己的生存發展 所以也談不上有什麼什麼公平正義 秩序可言 他們到處的這個相互的攻擊 搶奪物資 但是沒有有系統的組織也缺乏這個食物 在這種大亂的環境之下 這個大家其實最缺乏的是食物 因為太混亂 影響到農業的生產 所以當時說這些地方的勢力 他們相互的這個搶奪 然後可能搶到了很多金銀珠寶 可是還是沒有東西吃 所以對這些地方勢力而言 他們需要跟其他的政權來合作 那對於這些在河北山東的地方武力而言 他們不太可能跟女真人合作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反對金政權 反對女真人的這種腐敗統治 那蒙古人也不太可能合作 因為蒙古人也是一樣 只會燒殺如獵 這怎麼樣跟他合作 所以南方的南宋政權 似乎是比較可能投靠的對象 一方面是南宋有錢 有豐富的資源 特別是農業的資源 你要有食物 中國的南方是農業生產比較好的 所以跟南宋合作是比較可能 但是南宋的北方政策 卻由於不定 對於這些向他們投誠的北方人 有時遭納 有時就加以遣返 甚至加以屠殺 就是說覺得這些人很可怕 因為你可以想像這些 要去投降的這些北方的這些勢力 他們都是武裝團體 他們帶著武器 帶槍來投靠 那你到底要不要接受他們 萬一他們來投降了 然後又拿著槍對著你 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南宋政府就覺得非常非常的困擾 我們以山東地區的爭奪 來做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當時的山東 是處於這個南宋 金跟蒙古 這個三方的角力之中的 這樣的一個地區 那對於當地的這個武裝力量而言 他們其實就是在這三大政權之間在游移 到底我要依靠誰 他們自己的力量有限 對不對 可是他們一定要找一個靠山 可是到底要靠誰 對金政權跟山東地區的這些 這些地方勢力 他們都希望取得財務上的資源 那最有可能提供的就是宋 所以金呢就要求宋要定時繳納稅幣 這個宋當時就看這個金政權被蒙古人打得這麼慘 所以他該繳的稅幣他就不繳了 因為都覺得你快完蛋了 我幹嘛還給你錢呢 然後金這個 所以當時這個宋每年應該要繳的稅幣都不繳了 然後理由是什麼 理由說戰亂 交通不便 我們帶著稅幣走到半路上就被人家宰了 所以我們不能跟你稅幣 所以金政權就得不到南宋的稅幣 那金當然非常的憤怒 他說你再不給我我就南下打你 那山東地區的這些啟示者就說我向你投誠 這個我打著宋的旗號 那跟你交換這個你的物資上的資源 然後所以他說我來投靠你 然後你給我關職跟糧場 所以就變成這個宋就變成一個很麻煩的處境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辦 這個等於是這些北方混亂了 結果結果是呢 大家都來跟宋要錢 面對這樣的情勢 宋的主政者提不出一個一致性的政策 這到底要怎麼辦 他們不知道 這是因為南宋的統治階層 絕大多數都是江南地區的市人 他們對於收復中原沒有什麼興趣 就是說你說有沒有人對收復中原有興趣 有啦 可是這種人很少 絕大部分的 他們南方讀書人 他們就覺得我們的政權這個統治南方很好啊 我為什麼要去過問北方的事情 你說這個收復中原這個講一講很好聽 你要真的去做困難重重 所以我們就講一講就好 這個我們繼續過我們在南方的太平歲月就好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北方 其實他們是想置之不理 可是問題是現在的處境是你想不理北方也不行 因為這些北方的政權就不斷的給你各種的壓力 特別是大批的北方這些地方勢力 要向南方尋求支援 當時主政的大臣史明遠他提不出一個具體的政策 你要怎麼樣應付這些投誠的需求 他沒有政策 他奉任地方官員各自行事 所以有的地方官呢 就對北方啟示者加以招納 把他們加上中義軍的稱號 就說來你來投靠我 我就給你官位 然後稱你們為中義軍 然後你們為我們難受來作戰 那有的地方官呢 這個名為招納 則暗中的加以分化 以防止這些投靠的勢力 太過於龐大 你這些勢力太龐大 就威脅到南宋的政權 最後的結果是 判到北方來指揮這些投靠中義軍的官員 沒有辦法真正掌控這些勢力 最後發展的結果是 南宋招納的這些中義軍 不是被女生蒙古人消滅 就是叛逃 背叛而去 其中最嚴重的一個事件 是當時山東地區最強大的勢力 就是李權 李權這個勢力 李權一開始就 這個拼命的要求南宋 要跟南宋合作 最後南宋也加以同意 那他的勢力在山東非常的強大 所以南宋派去指揮李權的官員 對李權都非常的猜忌 就覺得他勢力太大了 太難控制 所以就開始不斷的要分化李權 跟他部將之間的關係 就想辦法拉攏李權的部將 然後想來對付李權 所以那這樣的事情當然會被李權知道 所以最後李權奮於這種南宋的分化政策 最後他直接揮軍南下 號稱要清軍策 他說這個南宋皇帝身邊都是一些小人 這個壞人 所以他說我來幫你來清軍策 等於就是公然的這個跟南宋對抗 他的部隊甚至一度瀕臨長江 所以他從山東南下一直打到 長江北邊 最後他跟宋軍在揚州大戰 就戰死在這個地方 那李權死後他的大批的部眾 全部都投降蒙古 包括他的兒子跟妻子 最後這一批勢力就變成 威脅南宋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這是13世紀中國北方的一個 這個在13世紀出一個混亂的狀態 就是宋 金跟蒙古三方在這邊角力 然後又牽扯到當地的這些地方勢力 本來宋是最有機會的 就是說曾經一度宋號稱擁有山東全境 就是說因為山東這些地方勢力 以李權為首的這些地方勢力 全部都投降到宋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 這個勢力有最後完全的跟宋決裂 然後投奔到蒙古的旗下 那你可以想像最後勝利者 最後當然還是蒙古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蒙古人 跟這些漢人地方勢力的合作 我們說了這個陳吉思汗從1211年 開始南下攻打中原地區 在一開始他們的目標是燒殺掳掠 到了西元1217年 陳吉思汗的興趣轉移到去征服歐洲 就是著名的蒙古西征 我想各位在中學的時候就讀過 陳吉思汗揮軍攻打歐洲 所以他對攻打這個中原地區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他的興趣是去西征 所以他只留了幾萬人給他的部下 他一個非常親信的手下穆華黎 這個如果你看過前一陣子什麼 這個電視上的什麼陳吉思汗的那個連續劇 你大概就對這個穆華黎這個非常的熟悉 因為他是陳吉思汗最信任的一個部長 他就留了大概兩三萬的軍隊給穆華黎 然後尾由他繼續的攻打津 征服中原 然後蒙古的大軍全部都去西征 穆華黎因為自己兵力有限 他知道我要完成征服中原的任務 我不可能只憑我兩三萬的軍隊就可能達到 即便我的軍隊戰鬥力非常的堅強 所以他就開始轉移轉變他的政策 他停止燒殺掳掠 改為拉攏地方勢力 地方各地的這些地方的領袖 只要投降 穆華黎就給他統治之權 就是說他改變了過去 騷殺掳掠 到處亂打的這種策略 改為有組織有系統的去招納 當時在北方反金的地方 反金的獨立勢力 不受清朝控制 然後自己獨立的這種地方武力 所以當然我們剛才講過都是漢人為主 那莫華黎就跟這些人談條件 只要你肯投靠蒙古 那我就讓你保持現狀 就是你統治地方的現狀 我讓你繼續維持下去 可是你要在民意上 你要接受我們蒙古人的指揮 等到陳吉思汗死掉 他的兒子太宗叫穆扣台 他的兒子穆扣台即位 他就繼續穆華黎這樣的政策 而且把這樣的政策制度化 怎麼說呢 就是他開始設立所謂的漢軍萬戶 千戶百戶這樣的官職 就是來投降的這些漢人的勢力 我就按照你勢力的大小 給你萬戶千戶百戶的官職 然後讓這些他們的軍隊 跟蒙古軍的編制相等 那最重要的當然是這些大的萬戶 這個你可以想像被封為萬戶的 這些勢力都是相當龐大 相當有實力 在太宗時代分封了十幾個萬戶 這些萬戶都享有世襲的權力 就是你在你的地盤上 你帶著你的地盤來投靠我 我就讓你繼續統治你原有的地盤 而且是透過拉攏這些漢軍 把他們封為萬戶 這些漢人地方勢力 把他們封為萬戶 就成為蒙古政府控制中原的主要力量 當然蒙古政府要想辦法控制這些漢軍萬戶 這些我給你這麼大的統治權 甚至讓你可以世襲 可是前提是你必須承認蒙古大漢的統治權 所以大漢控制這些萬戶的方法是 第一個 執子 人執 這些萬戶至少要派一個兒子到大漢的帳下 或者其他蒙古將領的帳下來服務 就是至少你有一個兒子要壓在我的眼下 來做為人執 然後這些萬戶同樣還要定時的書前納了 你在你根據地上面 增到的這些稅付 你要有一部分要分給大漢 定期的來繳交這些財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定期的到這個大漢這裡 到大廈的帳下來朝進 所以蒙古人一開始統治中原 他基本上採取的是類似一種封建 中國傳統封建的做法 他給予這些漢軍萬戶獨立的權利 那只是要這些萬戶聽命行事就好 那這種做法一直要到原始祖忽必略 我們知道蒙古政權一直要到忽必烈的時代 才正式地建國號稱為原 稱為大原 因為這是忽必烈 他還真正地仿造中國的制度 建立中國的這種國家型 傳統的國家型態 也建立一個中央極權的政府 所以到了忽必烈的時代 這原有的這種類似封建的做法 才被取消 這些萬戶的勢力 才逐漸地被剝奪 然後他們原來控制的地區 才真正納入原中央政府的統治 好 當原政府在中國這個 站穩了基礎 後來又滅了南宋在忽必烈的領導之下 滅了南宋統一了中國 那整個國家的型態當然也發生了轉變 他的整個軍隊的組成 當然也要跟著變化 蒙古軍隊的組成 跟其他遊牧民族在一開始沒有什麼差別 15歲以上的男子都有資格當兵 然後當兵的時候要自備軍器跟馬匹 得到佔領中原的時候 一開始他們也不知道怎麼統治 所以一開始我們說統治的方式 是非常的鬆散 就是交給這些漢軍萬戶 後來烏闊臺接受了一個漢軍萬戶 叫做史天哲的建議 才開始編定戶籍 我們知道政府要有效的遂行統治 一定要有戶籍 那蒙古人開始沒有這種觀念 沒有戶籍觀念 他是在這個漢人的萬戶的建議之下 開始採行中國原有的戶籍制度 而開始編戶籍的時候就是兵民分籍 就是軍隊有軍隊的戶籍 民眾 因為平民是平民的戶籍 所以當戶籍編定的時候就會有軍戶 因為有兵民分籍 平民是一般的民戶 當兵的是軍戶 由於軍人要自備馬匹武器 負擔非常的重 所以當時的軍戶制就是由幾個家庭 供養一人為軍的制度 就不是一個家庭派一個人來當兵 因為負擔太重 所以他是集合幾個軍戶 然後這幾個軍戶 他們共同來負擔一個當兵的 一個人來當兵 然後政府給予這些軍戶 大量的散軍田作為補貼 就是每一個家庭都可以分到大量的田地 讓他們可以來養這個軍人來當兵 在軍戶制太宗時代完成軍戶制以後 在中原地區首次的簽軍就組織軍隊 第一次是在1232年 剛好這一年就是這個 女真人滅亡的前一年 女真人是在1233年 金政權完全的滅亡是1233 1232那個蒙古人已經掌握了幾乎整個中國北方 這個女真的勢力 金的勢力只被壓迫在非常非常少的地區 然後到第二年就全部被蒙古人所消滅 所以1232年 蒙古在中原的統治已經非常的穩固 所以就第一次開始在中原這個 徵集這些軍戶的軍隊 1232年規定五戶出一兵 然後這個兵是五戶裡頭有哪一個家庭來出呢 就是這五戶裡頭最有錢那個家庭 五戶裡頭家庭有錢沒錢也有差距對不對 那誰出兵是最有錢那個家庭出兵 然後其他的家庭就負責給物資給這個士兵 那此後到底是五戶出一兵 四戶出一兵 三戶出一兵 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是幾個家庭才會出一個人當兵 不是一個家庭出一個人當兵 當忽必烈建立原政權以後 整個制度的規定就更完整 一旦加入了軍籍就不可以改變 所以入軍局非亡命不可改 就除非有了皇帝的命令 否則你加入軍隊就加入軍籍不可以改變 那為了使軍戶繼承不會消失 一旦軍戶沒有兒子 則政府規定他要用招序 或者以同族子職的方式來加以繼承 就是我是一個軍戶 然後沒有男性的繼承人 那你一定要想辦法弄一個男性繼承人出來 你說我生不出來 生不出來就用什麼 這個收養 收養同族的子職 或者就招女婿 招罪女婿的方式 來維持這個家庭一定要有男性繼承人 所以讓這個軍戶可以一直繼承下去 因為中國是父系社會 對不對 沒有男性繼承這個戶就會消失 我們也知道每一個家庭他傳了幾代以後 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態會改變 這個貧富會轉移 本來有錢的家庭可能變成沒錢的 沒錢的家庭變成有錢 所以就規定有所謂政軍跟貼軍的分別 有政軍戶跟貼軍戶 就是比較有錢的軍戶就是政軍戶 你要派人去當兵 那其他比較沒錢的叫貼軍戶 這個你不用派人當兵 可是你要負責供應物資 那問題是你要讓這樣的制度維持 看起來這制度很好啊 避免軍戶的負擔太重 然後也要符合每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態 所以分成政軍跟貼軍 可是問題在這邊表面上看起來很好 可是不太能做到 為什麼 因為你要政府要不斷的調查 軍戶的經濟狀況 你要不斷的去調整誰是政軍戶誰是貼軍戶 這非常的麻煩 就特別是在這個七八百年前 這個沒有電腦的時代 你說政府怎麼去掌管每一個人的財富 對不對 其實很麻煩 好 你要維持軍戶制 我們剛才說的其實很麻煩 然後另外一方面 整個軍戶制在實施上 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蒙古人在消滅南宋統一中國以後 整個國家的疆域非常的廣大 移速過各地成為軍戶的一大負擔 就是本來有軍戶的地方 比方說山東 為什麼那個地方有軍戶 因為要跟南宋作戰 現在南宋沒了 山東地區不需要作戰 那你這個士兵要去哪裡作戰 要去甘肅 為什麼要去甘肅 因為西北地區的一些蒙古士 蒙古的這個王侯 跟忽必練鬧翻了 起兵反叛 那邊長期的作戰 那場戰爭打了二十幾年 所以你本來什麼山東河南的軍隊 因為南宋滅亡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南方的敵人了 所以你全部都要調到北方去 可是你可以想像 這一去河崎的遙遠 我一個士兵從山東到甘肅 他光走過去都已經很久了對不對 因為沒有飛機可以坐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到了這個甘肅去服役 我們剛才說的 所有的他的基本的裝備都要自備 那假如比方說馬匹軍戶要自備 那他在甘肅馬匹死了 請問他從哪裡去取得馬匹 理論上是找貼軍戶啊 找貼軍戶去出錢去幫他再買一匹馬 那是貼軍戶的責任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說怎麼樣 他拿手機打給貼軍戶嗎 然後手機 然後貼軍戶接到手機以後 大家出錢去買一匹馬 然後叫DHAL把他送過去嗎 對不對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你的士兵你的作戰的地區 跟你居住的地區太過遙遠 而你整個軍戶制的概念 就是這個軍人的他的所需 是由他這些軍戶家庭來公益 這就麻煩 這變成一個很大的麻煩 很快的問題就跑出來 這些軍戶要公益一個軍人 到很遠的地方去服役 變成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不要說什麼他在前線什麼 有什麼損失 然後需要後勤的補充 光一開始把一個軍人 送到他要服役的地方去 就可能就弄得家庭破產 一個山東軍人他要到甘肅去 他光沿途的旅費就夠瘦的 所以軍戶就受不了就開始逃亡 軍隊變成無兵可補 所以產生了很多的缺額 不到人就產生缺額 這個明朝建立以後 明太祖朱元璋曾經有一次跟他的手下的將領說 他說這個蒙古人為什麼失敗 因為他們有一大堆的問題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他起兵打下清華 就現在的浙江在這邊 在這邊作戰的時候 他有一次住到了這個所謂的聯訪寺 就是一個地方的這個機構 聯訪寺裡頭還剩下幾個老兵 老的沒有辦法作戰了 這是幹嘛呢掃地掃除老兵 只能掃地 然後這些老兵跟他講 援朝的時候怎麼來點兵 就是政府怎麼來清查軍隊的這個民己 軍隊到底有沒有人在當兵 當兵的狀態如何 他說這個點兵是怎麼點 他說那個使者跑到軍營裡頭問主將曰 而有兵乎 主將曰有 使者曰何在 然後這個使者問主將說你的兵在 你有沒有兵 他說有啊 那使者說兵在哪裡 主將舉所配信郎 出片子 己其名曰 盡載此以其待遲如此 就所有的軍隊最後只剩下一個帳面 你的兵在哪裡 兵就在帳上 我身上的帳本上面 說士兵在哪裡 我說我有啊 我有這些帳 那你說人呢 沒有人 只剩下帳 變這樣 所以你就變成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沒有軍人 軍隊都空掉 等到援朝末年明變四起 政府轉而以仗義兵 因為沒有正兵 自己原有的正規軍都沒有了 靠什麼 靠義兵 義兵是什麼 就是民間的自衛武力跟臨時性的募兵 援朝末年我們知道洪金開始 如果你看我什麼以天屠龍啊 你都對這個很清楚嘛 對不對 洪金起勢 天下大亂 然後政府軍沒有辦法來 因為政府軍都空掉了 沒有能力來鎮壓 就靠什麼 靠這些義兵 那義兵一開始鎮壓洪軍軍非常的有效 可是很快的問題跑出來 這種地方性的這種義軍 它最容易產生的問題就是軍防 就是義兵跟義兵之間 他們各自為政 他們只在乎他們自己的地方的利益 然後不聽指揮 所以一開始義兵很有用 可是他們有能力鎮壓這些洪軍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義兵跟義兵之間開始相互的攻擊 軍閥跟軍閥之間陷入混戰 變成地方軍閥 所以政府最後還是不能夠支撐 這是因為這些義兵多半由地方的官員 或者地方上的豪強來組成 有的是團結相禮 有的是招募地方上的強壯 政府對他們的控制力非常的低 最後造成軍閥的混戰 當朱元璋逐漸控制南方的時候 北方的蒙古軍閥正在混戰 然後最後的結果當然就是 等到朱元璋統一了南方 揮軍北上 這些混戰的軍閥就被他一個一個擊破 然後蒙古人就被逐出了中國 我們簡單的對這些問題做一個總結 就是這種遊牧民族 他們以少數人來統治多數的漢人 他們基本上有幾個共通的現象 就是說因為種族上面 是以少數統治多數 所以統治者以被統治者關係一直都很緊張 不管是金政權或者原政權都看到這個現象 與真人統治多數的漢人 蒙古人統治多數的漢人 雙方關係很緊張 也因此這種民眾起來反叛的這種現象 就不成終止 導致統治者必須依賴軍隊 因為要完全要靠著軍事的力量來鎮壓 才能讓這個政權穩固 那政府依賴軍隊就要給軍人很多的特權 我們看到有蒙安摩克戶一開始到中原來 政府給他們大量的土地 原的軍戶也是一樣 政府給他們很多很多的善軍鐵 結果是這些軍人成為社會上的特殊分子 然後軍跟民這個就變成分立 軍人是社會上特權 他們跟一般百姓是完全分開的 等到這些軍人因為享受了很多特權 最後腐敗 而政府就沒有辦法再依靠他們 所以就轉而依靠真兵或者民間的武力 希望能夠救亡屠存 可是大概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大概等到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這個政權已經差不多了 總結而言 由慕民族進入到中原以後 他的統治型態發生重大的改變 軍隊的組織沒有辦法進行調整 就變成衰亡的主因 就是說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在軍事上 做有效的改變 應應新的環境 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會造成他最後政權的滅亡 我們看到金政權為什麼這麼快速的瓦解 這個蒙古政權也不到100年也瓦解 就都跟他們在軍事的體制上面 沒有辦法做出適當的調整有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最後一講 我們會講到滿清政權 滿清政權算是一個例外 因為他們存在了將近300年 算是相當的長 那滿清政權能夠存在比較久 其實是因為他們在軍隊的組織上面 做了好多次的調整 這我們在最後一講的時候 會再更歸介紹 在第13講的時候更歸介紹 然後幾個書 這個南宋的義軍 就是說南宋政權跟北方 一些中義軍的關係 有黃昂蟲的這本書可以看 然後對於我們介紹的這個 金跟蒙古的歷史 你要做一個很簡單的理解 你可以看陶晉升的中國慶古史 然後是一個教科書 然後這個元政權跟這個地方武力 還有他軍事組織的相關問題 可以看陶晉升的幾篇文章 收在他的元代史心探 跟蒙元史心探這兩本書裡頭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你要對軍代的軍事組織 還有這個他跟漢人勢力之間的這種關係 然後中國軍事通史這個 中國大陸除了中國軍事通史的 第十四章是講元代的軍事 然後還有你看軍代的滅亡的問題 可以看徐秉瑜的一篇文章 從內地到邊區 進出到張宗朝上京地位的兩邊 就是說他跟你介紹這個 在京的統治之下 那個東北地區的改變 就是他們因為他們移居以後 造成整個東北地區的這個空虛 所產生的這個相關的問題 好可以嗎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 快隨機就結束 好沒有的話我們就進入最後兩講